大家好 我是電腦阿達 今天來到很久不見的一個 玩具開箱的環節 那雖然這一個系列呢 流量圖片不是很好 但是因為我個人的興趣 所以我這個系列會一直拍下去 這種玩具開箱 我們怎麼拍都拍不遠 像喬老師那種 但是今天為大家開的這個呢 是我自己覺得相當有趣的一個 相信大家都看過鬼滅之刃 鬼殺隊他殺鬼的道具是什麼 日輪刀 世界上所有武器對鬼都沒有效 然後日輪刀 砍掉鬼的頭 才能殺鬼 今天為大家開箱的是 鬼滅之刃的日輪刀 1比1的一個玩具 那他的售價老實講相當便宜 這個盒子老實說 拿到的時候就有點新了 我在想應該也是塑膠 那這一把呢 就是主角 炭治郎 他在使用的日輪刀 來看看 有沒有 炭治郎的日輪刀 那是1比1的立體化 那這一把呢 他有聲音 又有音樂 那等一下我會 直接拿出來給大家看 聽看看 這個聲音長怎樣 大家看一下 長這樣子 說明書 他還送一個刀架 讓你可以把刀當作戰士屏擺放 日輪刀 其實認真的來說 光外觀來看的話 他的質感是相當不錯的 不細細看的話 你不太覺得他是玩具 刀刃這邊 他有做出一個金屬的紋路出來 質感是很好 然後在手柄這邊 有按鈕 接下來我們就先 裝一下電池來試試看 看的說明書呢 他是這樣子 從這邊 直接這樣子 這邊 側邊直接打開 這裡有螺絲 需要把它移除 然後下面就可以裝電池 然後這邊有電源開關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裝電池 那首先呢 大家可以看到說 他的這個長度 大概就是一般那種 打刀的一個長度 並不算長 那以質感來說的話 認真說法其實還是蠻塑膠的 就是個玩具嘛 做太像針刀其實會有問題 我是覺得質感不錯 而且還蠻輕的 以他的手把來講 他上下都有按鈕 依照你切換的模式不同 他會發出不同的音效 如果是上方 輕輕按一下 大部分都是動畫裡面的台詞 那如果我長按 上面不放 這個聲音就會播紅蓮華 趕快把它停掉 不然等一下就會被黃標了 他下面這裡 如果在鬼殺隊模式的時候 按一下 這是他各種 揮刀的聲音 所以我可以在揮刀的時候 順便按一下 這樣聽起來就好像是揮刀 很厲害一樣 那另外呢 如果在鬼殺隊模式下 藏在下面 他就開始全集中呼吸 他就會一支行 二支行 三支行 順著這樣子喊下去 如果你在動畫手的話 你可以讓他喊音效的時候 你就這樣子揮揮揮 非常的中二 那另外呢 火之神神樂 他是隨機的 所以不一定能什麼時候揮刀火之神神樂 原則上還是一個有趣的玩法而已 如果你在揮刀的時候 先按下 再按上 他兩個音效就會組合 如果你是鬼滅之刃的一個愛好者 或是你是COSE的話 買這個道具 我認真講是覺得還蠻好玩的 那接下來我們來試試看他其他的音效 接下來我們來把它切到鼓勵模式 他就會一直說自己叫自己要加油 這把刀我是覺得還蠻好玩的 比較可惜的是他沒有刀效 他雖然是塑膠的但是還是硬的 所以不適合給家中太小的小孩子玩 這個比較適合是大人自己玩COSE不會 小孩子真的會拿來ㄎㄎㄎㄎㄎㄎ 這個刀柄恐怕會斷 第二個恐怕會受傷 所以這一點大家是要注意 我是電腦王阿達 如果喜歡這個玩具開箱呢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與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拜拜